孟姆三千 孟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他的妈妈把他抚养成人 小时候的孟子 住山东邹县城 北二十五里的马鞍山下 村名叫范村 村不远有一片墓地 出殡的人群常从孟子家门口经过 于是孟子就模仿送殡的人 孟姆看见了 就把家搬到成国北部的庙户营 可是这里街上相当繁华 东部住一个杀猪图户 孟子就学图户的样子整天玩闹 孟姆赶到这里也不适合培养孩子 便又带着孟子搬到书院旁边 从此孟子被读书生所吸引 孟姆特别高兴 就把孟子送进了这所书院读书 她勤奋读书 终成大儒 终成大儒